今天整个台北股市又出现了超过200点以上的 比较明显的一个拉回 那早盘受到美股持续弱势的一个影响 开低之后就一路在盘下 不过跌势并没有扩大 不过在11点过后 由于雅股特别是日本股市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拉回 所以也让整个大盘 整个加均指数反转直下一路的往下杀 这一杀不得了了 一杀超过的超过200点 最低一度还跌了275点 最终稍稍收敛一点点跌势 不过非常的有限 还是以下跌263点作收 成交量2636亿 那对于今天的一个拉回 基本上一定很多人又很担心 这如何如何的 对不对 那其实对于大盘的部分 我过去就讲得很清楚 指数空间本来就不大 为什么 因为外资要放假去了 那现在只有留守的人员 只有值班的一个人员 你想他会没事找事做 在这边拉抬指数吗 对不对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再加上国际股市又相对的弱势的一个情况之下 我想指数的部分就是呈现一个区间的一个震荡 我想这个部分我也不再花太多时间 最重要的整个个股的一个部分 我说过了 12月以来 当然你说就整个技术面来讲 确实我没得我要说的话 确实这样的一个形态是比较不利于多方的 所以我说今天很多人担心 哇这几个头部 哇这个颈线一跌破 哇那不得了了 往上怎么样 往上有将近1000点的一个空间 那往下是不是还要带来一个1000点 好那其实我认为了 至少到封关过年之前 你要出现又往下大幅度的一个急刹 尤其又要超过1000点以上的一个拉回 除非国际股市又出现崩盘 否则我认为这样一个机会不大 但是我必须要这样讲 你指数要往上去创高 这个也没那么容易 因为我一直告诉各位 现在就是一个熊市的架构 它没有任何的改变 只不过这一波的反弹 你说是不是已经结束了 我这样说好了 纯粹就指数的部分 确实我认为 它很难再有多大的一个表现 因为要拉指数的人 一个是政府基金 一个是怎么样 一个是外资 这两组人 现在它并没有太大的动力来拉 所以你要叫谁去拉 你说它内资 那内资做多 它是以中小型股为主 它又不拉全职股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还是这么一句话 操作上面 操作上面 你要把个股 跟大盘指数的涨跌 你要把它分成两个部分来看 大盘 叠并不代表 并不代表 这段时间 你没有做多的机会 你没有赚钱的一个机会 我说过了 十二月以来 你说指数我们的创高 没有啊 而且是一路压回 那更不要讲 今天还一根黑棒下来 对不对 可是十二月以来的操作 你们也都很清楚啊 十二月以来 我有没有带会员赚到钱 十二月以来 你是我的忠实观众 你按照我的方向 帮你规划的 你有没有赚到钱 你不要说什么 生计股 剑桥 有没有 我们在上上个礼拜 我不是昨天创新高 我才跟你讲 我在上上个礼拜 有没有来 白紫黑字 上上个礼拜 我们就已经 帮各位掌握到什么 大陆解封的一个题材 大陆解封是上个礼拜 大家才拼命讲 可是我们在上上个礼拜 我们就已经掌握 这样的一个题材 然后我们在上上个礼拜 我们就已经先怎么样 先掌握到剑桥 我们先布局 先卡位这样一路上来 有没有 反倒是当上个礼拜 大家来追的时候 我们反而怎么样 我们反而是获利 把它全数出清 有没有 不要讲有没有大赚 能不能赚得到 你再对照一下大盘 大盘是这样 能不能赚得到 赚多赚少是一回事 能不能赚 更何况你说像这样的股票 我说一句比较 比较糙漏的 赚中股票有没有觉得很爽 第一个股价又低 对不对 你说四五十块的股价 你不要看今天五十几块 我在买的时候是四字头 甚至于更低 三字头也好 四字头也好 你说这样的股票 有谁买不起 股价低 而且怎么样 成交量大 有没有 什么叫股价低成交量大 就代表不论你的资金是大 是中是小 纵使你只是一个小资组 你就算是小资组 像这样的股票 你扣下去 也是三十兆五十兆 然后这样一路标起来 你看股价低成交量大 而且标起来 喷起来又快 你就算小资组买个三十张 五十张 这样把它扣下去 我们讲得粗俗一点 这样有送 不是只有赚到而已 也没有赚得很少 大盘跌真的有差吗 对不对 除了剑桥 来 4167的松路约 你说今天跌停 我也知道今天跌停 你们都要来撂 当然也跌停 我昨天就讲了 昨天创新高 你去追的 你没有昨天就收了上影线 你看昨天一根这么长的上影线 你昨天就被修理了 你今天再一根跌停下来 如果你是追到昨天最高点 你到今天你已经15%没了 这个题材我认不认同 当然认同 所以我上上个礼拜我们就先掌握箭桥 然后箭桥 对不对 当大家来追进桥的时候 我们开始布局松锐药 那现在大家都来追松锐药 当然它就会出现震荡 但是重点 如果你买点是买在它发动之前 你买在低档的位置 你就纵使今天一根跌停 你去问问看我的会员 有没有赔钱 有没有赔钱 是不是还是赚钱 为什么 买点 可是如果你买在昨天的高点 你已经两天了15%了 所以这告诉你什么 是不是又再一次的印证什么 除了说大盘的涨跌 无关于个股的一个涨跌以外 最重要的 纵使是一个看好的题材 纵使是一个看好的股票 怎么样 你也必须在对的时间来出手 你才有那个效果 否则就算行情对了 股票对了 你方法错了 尤其你时间更是错了 就算会赚钱的行情 也会让你玩到不能变赔钱 所以我一直告诉各位 策略跟方法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一直告诉各位 你不要说什么 我一直告诉各位 当一档股票在喷 就如同上个礼拜 剑桥在喷的时候 当这个礼拜 尤其是昨天 当松瑞耀在喷的时候 我说当大家如果说这个时候 又全部在讲 它有多好有多好 你无论如何一定要避开 纵使你再看好它的题材 我没有讲过 我每天都讲 那你看如果你不听话的 昨天大家在讲松瑞耀 你去追松瑞耀 我说两天15%没了 你上个礼拜去追剑桥的来看图说故事 你上个礼拜去追剑桥你说 纵使你说没有大赔到哪里去 可是你还是赔 至少你没有赚吧 这些股票都是我们赚钱的股票 有些都已经放口袋了 赶快来勾批想到命运会大不同 为什么 方法的问题 方法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一直告诉各位 你看你不要说什么 我昨天有没有告诉你 生计股这个 对不对 今天会有买点 生计股今天会有买点 那我为什么不说昨天有买点 我为什么说今天有买点 你们都知道我的操作 当大家在追涨的时候 我一点兴趣都没有 可是今天跌下来 谁敢跟你讲生计股 但是我还是告诉你 生计股还是我看好的族群 只是在轮动的过程里面 你节奏如何去掌握 对不对 我昨天预告今天生计股有买点 今天拉回是不是好买点 你不要说什么今天来买 不管买剑桥也好 不管买松锐药也好 不好买吗 对不对 今天这两档股票谁敢跟你讲 松锐药谁敢跟你讲 跌银板什么跟你讲 张不是碰碰巧 昨天不是一大堆人在讲 今天为什么都不讲了 基本面有改变吗 才一天而你认为基本面会变吗 不会变 最问题是筹码面的问题 所以大家都在追的时候 还是要告诉你 人多的地方不要去 纵使看好的股票等拉回再买 等拉回再买 这个所谓的攻守进退的一个节奏 是非常重要 所以我为什么一直告诉各位 这些筹码的变化随时在变 攻守进退的节奏每天也都在变 所以你说你跟我讲怎么样 不是我现在跟你讲就算了 明天可能有明天新的一个情况出来 我今天跟你讲可能明天有变化 那我今天跟你讲有什么意义 所以我一直告诉各位 我强烈的建议各位 多多利用我们的股市罗兵汉 Lie的 Lie at这个官方账号 对不对 我说你只要拥有的这些资讯 我不敢讲你的操作百发百中 我也不敢讲你的操作百分之百都是赢 但至少我敢讲对你的操作一定有正向的帮助 我就常常说了 今年以来如果你在年初你就拥有这些资讯 你不要说什么 3月我们所有的电子股出观光 我为什么要出观光 这不是我今天才讲 你也可以去误问高我每一个会员 我们就是3月底的时候 当时指数还在创高 1万7千700点 我所有电子股出观光 为什么 我说俄乌之间在打 咋仗 那当时通膨又高 你不要说什么 你光是一个俄乌之间 当时还没有打 我就说你不要预设立场 很多人说打不起来 我说你又知道了 你是普丁还是你是泽伦斯基还是你是拜登 你怎么就要打不起来 你不要去预设立场 那后来打起来了 我就告诉各位 那也不要去 很多这个炮生一想黄金万两 这打可能一个礼拜就结束了 我说你不要想那么多 要结束的时候等结束再说 你不要去预设立场 可是只要一打起来 还没有正式结束以前 我说你不要小看俄罗斯跟乌克兰 这两个除了能源以外还掌握到粮食 那通膨就已经这么高了 你能源又涨 你粮食又涨 会短缺嘛 对不对 那在这种情况下 你通膨下得来吗 如果通膨下不来 物价一定涨 物价一定涨 对谁会直接冲击 消费型电子一定直接冲击到 我当时搞好 我去搞什么消费 对不对 什么奢侈品 肚子先填饱再讲 所以你的所有的一个资金 一定是以固保肚子为主 所以一定会冲击到这些消费性的电子 所以为什么电子股全部出光光 当时我是不是告诉你了 然后接着下来我们四月份 全数锁定怎么样 全数锁定生计 为什么 一开始疫情的升高 我告诉你事迹不够用 所以事迹的题材 所以我们最先切入的是什么 切入的是保龄 富井跟瑞基 这蓝蓝股票光是一个四月份 你回去看 有没有一涨都是50%以上 然后在保龄 富井跟瑞基 全数获利出清之后 我们五月份开始切入了药华药 切入了保瑞 益德 甚至于七月份接着再做 所以北极星 那时候的北极星100出头 你要不要现在买100出头 没不对 但是我那时候的100出头 后来涨到200多 不像很多人追在200多 现在掉到100多 对不对 而且当时我还提醒你 如果你先前没有跟我买 在100出头的 当时股价涨到了180 200 很多人在告诉你 北极星解盲成功之后 后面会有多喷的时候 我说除非你前面有跟我买在低岛 否则你碰都不要碰 有没有 后来你看下来 现在谁在跟你讲北极星 有没有 那我就说过了 你看这一路走过来 更不要讲十月 我说接下来十一月天时地利人和 还记不记得 天时地利人和 对于一些跌身的电子有机会 因为生计股当然也有机会 当时生计股在跌身 在整个涨多回档的时候 也没有人敢讲生计 可是那个时候我们默默的买了什么 我们默默买了美食 有没有 在十月底的时候 有没有 我们是默默买了美食 那时候股价多少你回去自己看 140几 150几再买 170几更是全面加码 后来美食涨到哪里 270 那我说过这些股票 不要说你每一档都跟到了 不要说你每一档都跟到 你随便只要做个一两档 五成一倍的股票 最重要你三月把所有的电子股都出光 这一波电子股跌了6000点 很多股价只跌到甚至两成三成 一跌跌七成八成 都不干你的事 再搭配你生计股再赚钱 你今年下来 你哪一个没有赚钱 跌6000点干你什么事情 那我说过 如果说你从在今年的年初 你就拥有这样的一个资讯 你说对你有没有用 你说对你有没有用 我说你不要小看我们这里面一些资讯 就几个字而已嘛对不对 就几段话几个字啊对不对 所以你不要小看这些东西 正所谓台上十分钟台下十年功 你看那一小小段 一些可能结论性的一个东西 可是你知道我要跟你讲这段话之前 我要给你这些资讯之前 我要透过多少的一个管道 我要收集多少的资料 对不对 然后资料收集完之后 难道我整个给你吗 给你你也不会消化啊 我要帮你消化 把这些所有的一个资讯 所有的资料 然后一个一个去过滤 有用的留下来没用的 对不对 收集到情报以后 再用我的经验 去把它怎么样 把它给规律化 把它给调整化 把它消化以后 变成你看得懂的文字给你 那消化完以后 也不是就没事了 我还要打字 还要把它整理完 然后把它变成是你看得懂的 你看我要花多少时间 我要花多少时间 而你只要看到了讯息 点进去看 你点进去看 也不过就几分钟的时间了 就算是一篇报告 也不过就几分钟的时间了 可是我要搞出这些东西 我要花多少时间 最重要 我说这些 我难道有跟你收费吗 完全都是服务性质 完全都是服务性质 你也没有任何的压力 只是需要点进去而已 如果说你都还那么懒 连点进去你都觉得懒 加入到里面你也觉得懒 那你告诉我 我还能怎么帮你 我还能怎么帮你 我说过了当时 为什么要从法人 其实你看法人多悠哉啊 对不对 我要从法人下来这里 当时还被我的同事笑说 你干嘛没事找事做 没事要下海 对啊 我没事干嘛要下海 我无非就是一个理念 我昨天也跟各位讲过了 当时我是听了一个故事 当然这是一个心路历程 我当时做的是全权委托经理人 什么是全权委托经理人 各位也知道 就是所谓的你们说的代操 代操跟所有人都可以代操 一百万两百万代操 没那就是事 当时法规规定一千万 最低门槛一千万 公司再设个门槛 所以至少都三千五千起跳 那当时我就想 如果一个投资人 他可以拿个三千五千 给我做代操 他手中没有个一亿两亿 怎么可能 对不对 那重点是 不管他是一亿也好 两亿也好 甚至于更多的钱也好 他们都很有钱 那我在帮他赚更多的钱 其实说真的 那只是数字上的变化 对不对 谁真正需要帮助 一般我们的投资人 才需要帮助 更何况一二十年前 那时候的资讯又不像现在这么发达 哇 打开网络什么都有 对不对 所以那个时候一般投资朋友 你要取得的资讯是很困难 所以我是基于这样的理由 而当时一个触发点 是我看到了一个故事 台风过后的海岸线 海边 整个海岸线满是什么 满是被海浪冲上来的海星 而这个时候有一个小女生 就在那边很天真的 把一颗一颗的海星 把它丢回去海里面 那旁边有一个老先生 看了就觉得很可笑 就跟这个小女生说 你怎么那么天真 你怎么那么傻 你怎么那么傻 海岸线好几公里 你不要换得了 整千只 整万只的海星 你是要怎么换 但是这个小女生不为所动 他说没有错 我救不了所有的海星 可是你看这一只 他就从沙滩上捡起一只海星 他说你看这一只被我捡到的 至少这一只 他的命运就不一样 然后就把它丢过去 这个老人本来要认为他很傻 要笑他的 结果听了他也很感动 这个老人也很感动 所以库管卷起来 跟他一起丢海星 当时看到这个故事 我很大的一个触发 我认为 我说过并不是说 有钱人就不应该再赚钱 我没这样说 但是我说真正需要赚点钱 其实是一般的投资人 我说过这些有钱人 你再怎么赚掉 数字上的变化而已 2亿变3亿 3亿变4亿 还是10亿变20亿 就数字上的变化而已 其实对他的生活 你说有多大的改善吗 没有 可是如果对一般的投资人而言 你只要赚个50万 100万 卖光1亿来 光是50万100万 是对你的生活 就很大的意义了 所以投资朋友才需要帮助 所以我才下来 下海到头顾来 所以一样秉持这样的一个精神 所以我说这样的一个群组 这样的一个模式 就只是帮助各位而已 所以 还没有加入的 还没有加入的 赶快把握机会 休息一下 晚上回来 欢迎回来 我想今天大盘大跌263跌 很多人大概又慌了手脚 但是我说过的 大盘跌 你纵使这么丑的一个技术面 对不对 但是我说过 行情以外 你怎么应对更是重要 今年跌6000点 你去问问看会员 我们是赚钱还是赔钱 不要说赚钱被你 问我们有没有大赚 跌6000点 为什么我们能够赚钱 策略运用 那到底要怎么样 接下来你说好特别 不要说什么了 今天落这支 在哪里走 今天升级股全面都压回 你怎么做 答案都在这边 答案都在这边 我说过 你不要小看这里面的资讯 我要整合多少的资讯 我要花我多少的时间去整理 然后把最后最精华的结果 泼上去让你来了解 那你只要点进去 我花那么多时间 把那个资讯整理给你 你只要花一只手指 一只神功给他点进去 然后花个几分钟看一看 如果你连这样都懒 那我说过了 我怎么帮你 所以不要那么懒 现在我给各位 十秒钟的时间 你把你的手机拿出来 从现在开始计时 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 好的要拿出来 然后赖怎么加好友 你也都知道了 对不对 来一步一步来跟着我做 先打小老鼠 记得我还是这么强调 无论如何一定要打小老鼠 你不要说RBH888 我知道了 就把它点进去 没有错 你点进去 你看到会一样的东西 我的人头 我的头像 连群组名称都叫股市罗宾看 可是我可以告诉 那不是我们的官方张望 那是诈骗集团 所以前面一定要打小老鼠 后面RBH888 RBH888 甚至于你也可以用QR Code 直接扫描 然后最后Enter一按下去 你就是我们官方账号成员 那接着下来 我说凡是第一手的资讯 或者接下来怎么样操作的一个重点 我们都会在群柱里面 跟大家做说明 这样的机会 要不要把握 你自己选择 我们明天再会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请供参考 投资人以独立判断 形成评估 并次负投资风险